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三分鐘 董哥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們的頻道訂閱數已經來到39.1萬了喔 嚇到我 我以為是你要跟你女朋友結婚 告訴我一個好消息 我想要拿多少錢出來炸一下 39.1萬了 所以我們缺那個點9 缺點9就40萬了 各位觀眾 你現在看我的節目 你還沒訂閱的 拜託你 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YouTube是不用錢的 那有更多的訂閱呢 就會支持我們了 去做出更好的節目 帶給大家更多的干貨 本來節目 原本小時候沒人看都要 說到變20分鐘了 現在越來越多人看 訂閱數一直往上 準備挑戰40萬 我們就越做越長 乾脆做兩個小時好了 你們覺得好不好 你們當然好啊 我不好 開始今天的節目 好董哥 瑞士現在看來穩了 第一共和好像也穩了 都穩了嘛 為什麼會穩 因為很多人出手來救援嘛 我們先把這個禮拜發生的事情一件一件來 尤其是後面這幾天 這比我們的八點檔更刺激 更曲折離奇 什麼劇情都有 最早 最早前幾天先看到這個 這什麼新聞 瑞士信貸的最大股東 持股大概9%左右的 沙烏地阿拉伯 國家銀行宣布 因為瑞士信貸呢 他有發了一份聯報 那聯報 他在自己的聯報裡面寫說 他們遇到一些 發現了一些內部的問題 但是呢 他們並沒有辦法阻止呢 這個資金持續的外流 他在聯報寫了這個 大概這樣一段的內容 那這個內容出來之後呢 這個聯報出來之後呢 那這個 他的最大股東 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國家銀行就說 我們 我們再也不會提供瑞士信貸任何的援助 就你不要再找我爭資了啦 你不要再找我要錢了啦 我一毛都不會再給你啦 白話我們是這樣啦 哇 他已經在他聯報告訴你 他無法阻止這個資金外流了 對不對 客戶的資金外流 阿你突然還跟他講 那代表說他可能缺錢嘛 對 欸 那個 矽谷銀行不就是因為 資金大量的流出嗎 存款一直被 一直被淋走不是嗎 然後開始風雨飄搖 後來被倒閉嗎 那一樣道理阿 如果他開始 有出現資金流動性的問題 結果你最大股東跟他說 我不support你 我說你那一天阿 瑞士信貸聽到這個消息阿 直接 歐股的瑞士信貸 跌到停牌阿 大概跌20%左右 那一天晚上 讓美股的消息信貸開盤 也是大跌 大概20%左右 合理嘛 以前都還有靠這個 富爸爸金元 現在沒有了怎麼辦 這個狀態沒有持續多久 在那天的深夜 在那天我們的深夜 我們將近要凌晨的時候 瑞士的央行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瑞士的監管單位 就發出了一個共同的公告 瑞士的國家銀行 瑞士的國家銀行 跟瑞士的監管的機構 就發出了這個聲明 這個聲明上面寫什麼 他這個上面寫說 其實你要全部講完樂樂等 他就告訴你 我就結論一句話 我們會給予瑞幸必要時的援助 一句話 沒什麼樂樂等 不用說什麼 看起來資本都很OK 還符合國際的要求 不用講那麼多 他的確是講一堆 我們就簡單一句話 但是小朋友其實還有一個更簡單 就是說 他就告訴你 我們會金元 我們會救瑞士信貸 就這樣 不會讓他倒 這樣夠白話吧 我告訴你 他們不是這樣寫 我在講一次 我是把它翻譯過來 用我的個人的方式 就是 我會救他 我會救他 結果瑞士信貸呢 直接就 又收斂跌幅了 後來盤後也大漲 一直到昨天 因為有人要救了 而且是瑞士的國家銀行 還有瑞士監管單位都這樣講 這個事情不是只有發生在瑞士 這昨天 昨天這個 第一共和銀行 他在前天因為這個消息 他其實尾盤也跌幅也收斂 他準備要往上漲 結果不知道孟宇鄉為什麼 又開始就跌了 盤前跌跌跌跌跌跌跌到昨天 你看昨天又跌了 昨天的這個盤前盤中都是跌的 一直到這邊突然 拉起來 為什麼 為什麼突然這樣擠他 因為傳出來利多的消息 本來盤中大概跌兩成三成左右 最後收盤大概漲10%左右 這樣 由下而上 由黑翻紅 誰的功勞 你們看到下面這個新聞 BitBanks 大銀行 要幹嘛 要救他們 怎麼救 來啦 這11家 這11家 你看裡面有一堆 裡面有一堆就是我上次禮拜二給你們看的 那10家大到不能倒的裡面有沒有一堆 有 那他們在幹嘛 他們出手 這11家 他們集資 共同存了300億的美金 存到了第一共和銀行裡面 為什麼很多地區性的銀行這波會跌那麼重 因為怕存款不足 流動性出現問題 對不對 然後怕大家瘋狂起對 現在直接存300億美金給你 什麼意思 不用怕 我們金援你 你的流動性沒有問題 那美國聯準會 跟FDIC 就是美國的這個存款保險公司 他們是金援哪一家 他們是保證了什麼 他們是保證了矽谷銀行嗎 他們保證矽谷銀行的存戶 你的存款可以100%自由的領取 對吧 那第一共和誰要救 就靠這11家救啊 那這11家為什麼要救 你怕連鎖反應嗎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地區性銀行 真的都倒閉 或傳出什麼風暴 那小編如果你是 你有存款在這些地區性的銀行 像第一共和啊 像這些銀行 那他們發現他搖搖欲墜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你把錢領出來 可是你領出來之後 你錢不可能放家裡吧 對 你如果 十幾萬二十幾萬可能放家裡沒問題 如果你有幾百萬耶 你領出來放家裡嗎 那你家裡如果招小偷耶 所以你會再轉存嘛 那你會再轉存到這些 這一波風暴的中心 這些地區性的小銀行嗎 不會 你會轉到哪 大銀行 照到你說 那轉存到這個大銀行 那大銀行是受惠的嘛 對不對 然後大銀行呢 又再把錢呢 又灌回來這些地區性銀行 左手換右手 也算是左手換右手 但是就是一種展現同胞愛嘛 因為你要想 如果他們都倒了 那引起的風暴很大喔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聯準會 跟這個FDIC 他只救什麼 只救存戶喔 他沒有救股東的喔 沒有在救債權人的喔 那萬一 股東跟債權人 因為你不救 結果他還破產 那他還發生金融上的問題 難道不會牽扯到這些大銀行嗎 全球的金融是一環扣一環的啦 這些銀行的大股東都什麼角色 這些銀行的債權人都什麼角色 他們難道在世界上 不會有其他投資嗎 要不然問你就好了啊 之前這些地區性銀行在底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這個地區性銀行 就像我剛才講的 那個錢會轉到大銀行 照理說大銀行會受賄啊 因為吸收很多客戶的資金嘛 結果為什麼他們也都跌 他們有沒有跟著跌 有啊 為什麼他們會跌 因為 這一環牽著一環的嘛 你看昨天人家的股價 你看他們 他們並沒有因為他們拿錢出去 你拿錢出去存喔 對不對 然後感覺一副好像你 怎麼政府沒救換你再救 然後這個股東就不信任 然後他就拋售股票 沒有耶 股票都上漲了耶 代表普天同慶嘛 代表認為你 這樣support是對的嘛 昨天就在漲這個 昨天美股的反彈就在漲這個 盤中 盤中很快 由黑翻紅這樣往上對不對 像這樣 就已經傳出報紙 就已經有報紙刊新聞了啦 當時沒有證實 但是過沒多久之後 這11家銀行就發表聯合聲明 就證實這件事情了 所以像小編講 穩啦 都穩 都出來救啦 那這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諷刺 很好笑的事情 小編 你知道現在全世界 最安全的一家銀行叫什麼嗎 叫矽谷銀行 叫矽谷銀行 為什麼 因為 FDIC 上面這個英文字 最近大家很常看到這四個英文大字 這是我們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嗎 他是不是跟FED一起說什麼 宣告這個矽谷銀行的存戶 可以百分之百的領取你自己的存款 對 那其他家銀行呢 請問他們有對其他家銀行做出這樣的宣告嗎 沒有 沒有 第一共和銀行有嗎 沒有 但第一共和有誰在救 有華爾街在救 那我現在再問一個問題 那 結果現在是 矽谷銀行是不是這一波 這一個多禮拜以來最早爆雷的 大概就上禮拜五嘛 上禮拜五我們開始講矽谷銀行嘛 沒錯 最早爆雷的一家銀行 既然是現在全世界最安全的一家銀行 就是你錢存在裡面 政府給你保證你領得出來的 你覺得這諷刺嗎 我覺得很諷刺耶 那其他家銀行呢 這裡每一家銀行哪一家有百分之百的存款保證 沒有 沒有耶 沒有耶 那我請問你齁 那 這個FDIC可以去救矽谷銀行 那 瑞士的國家銀行 瑞士的監管單位可以救瑞士信貸 這十一家華爾街投行可以救第一共和 那如果還有呢 如果還有其他銀行呢 誰要救 小編賣房子來救 還是把你賣掉 你賣掉了多少錢 不值錢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 你出去喊隨便十億台幣起跳 對不對 台灣代表 台灣代表 一個晚上要十次 這是後面隱藏的重點 就是很諷刺啊 但是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啊 你FDIC 能夠提供百分之百的存款保證 給其他家銀行 給美國所有的銀行嗎 所以這個就是暫時在止血嘛 那止血我上禮拜 我這個禮拜二跟你講過了 止血要成功就是 看能不能安穩度過這個階段嘛 所以華爾街為什麼這個時候要經援它 這個不是經援 為什麼要把存款放到 第一共和銀行裡面 增加它的流動性嘛 就是不希望你因為這個存款被大量提醒之後 你倒了嘛 那這為了就是要讓你度過這個期間嘛 我禮拜二講 如果這些銀行可以度過這段期間了 大家擠兌了到一段落 大家對銀行的這個不確定性 這個信心恢復了 那自然這個危機就度過了嘛 那就沒事了嘛 那這個聯準會這個FDIC 就不用再去思考啦 不用再去思考說 那我還要不要對其他銀行提供百分之百保證 不然你要想一件事情 他這樣是救了一個矽股銀行 那如果連環報的情況下 那他也明知自己沒辦法百分之百所有的存款保證 會怎樣 小編會怎樣 會整個美國大動盪 不要說美國整個世界都大動盪 懂嗎 所以是這樣 那你要去看 這個什麼 這是美國的這個存款 美國人的存款 那這個地方 這個是指大家的銀行 紅色這個位置是大家 Logic 大的銀行 就存款在存在大家銀行裡面的位置 的這個 資金 那這個是存在一般地區性的銀行 這個好像也沒有小很多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大概呢 這個地區性的銀行佔三分之一 就整個美國的存款喔 有三分之一的存款 是放在了地區性的銀行 所以你說他們救不救 你說他們救不救 如果不救 你可以想像這整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存款 面臨非常大的風險嗎 你可以想像得到嗎 那請問你FDIC要怎麼能夠保證 很難 所以華爾街自己動起來 先救再說 因為救得了同伴 自己就不會怎樣 下水 這個時候已經沒有在管 我是伸竹竿還是伸手了啦 這時候看到東西就趕快抓了 趕快讓你一把了 你懂我意思嗎 對 好 那 這個CPI就不是很重要了嗎 就像我上次講 這CPI已經不重要 不是 地上 有一個鞭炮即將爆炸 跟有一個地雷即將爆炸 你就有哪一個 你先把哪一個撲滅再說 先把地雷嘛 你鞭炮就讓它爆嘛 但是很神奇的事情又來了 啊 預測6.0 美國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預測6.0 公佈就是6.0耶 精準 你 這什麼時候有這麼準過啊 需要它準的時候 需要它降下來的時候就準 就會準 美國的核心CPI 5.5 公佈也是5.5 一切 一切的一切 都在劇本當中 很神奇 啊 很神奇 就 欸很強耶 連個小數點都沒差耶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就沒懸念嘛 一模一樣就怎樣 我聯組會就是要救世 啊我要救世我就怎樣 我就是要放緩生息 甚至我們禮拜二在討論怎樣 可能怎樣 就直接暫緩生息了嘛 但是問題現在有個問題來了 對對對 我現在要講了 我們現在跟小編 我們剛剛說我們禮拜五來決定了嘛 昨天的歐洲央行 已經齊全宣布 生息兩碼 管他什麼瑞斯信貸 老娘我就是生息兩碼 就是繼續生息嘛 而且也沒有降到一碼嘛 那既然歐洲央行這麼肯定喔 那加上我們剛才看到 這些華爾街的投行開始自己救自己嘛 你自己不救自己的話 你倒了很難看耶 對不對 倒了不是只有他耶 倒了是可能大家一整串要下去耶 下水餃我們看過 那所以在華爾街也出手了 美國政府也出手了 那一切開始比較平穩的時候呢 聯組會又看到歐洲央行又生兩碼 所以我告訴大家 預期不生息的機會喔 就減少了很多啦 就是那他也不會生息兩碼 不可能 他就還是可能就只會生息 一碼 個人預測 下週就見真章了 所以這個可以跟你們賭家法 我個人預測 就是一碼 那一碼的原因 本來可能 本來市場喔 還持續在朝著這個 在瑞士信貸這個事情爆發出來之後 本來市場還是認為 還是越來 本來是生息一碼 瑞士信貸這個事情出來之後 市場還繼續往那個 沒有生息 不生息去挺進耶 但是因為歐洲央行已經生兩碼了 就他那麼賭定了 所以我認為就是一碼 小兵要 加法一下 要賭一下嗎 你有不同的意見嗎 我可以讓你慘 還是你跟我一樣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我們錯就兩個一起站在這裡被打 我跟你一樣 你跟我一樣 所以要打就一次打兩個 觀眾賺到一次滿足 就好像那個 有觀眾說董哥 那個台股喔 那個假突破爭破底了 那可惜沒辦法加法你了 那可不可以加法小編 讓我們過過肝癮 你敢碰 等一下 台股那一段再看看要不要打你好了 等一下有人說我霸凌你 我們沒霸凌的 我們加法心甘情願的 所以 所以我們就下賽見正章了 這個聯準會 多少 就是一碼 我們講過最近短線觀察美股的重要指標是什麼 恐慌指數 恐慌指數也是隨著這樣 一下子有人救 一下子沒人救 一下又有人救 一下要哪裡 一下要瑞士信貸 一下要第一共和銀行 往上 稍微往下 往下 又往上 又往下 你自己去對照每一天的VIX的走勢 跟美股有沒有聯動 絕對是非常高度的聯動 但這個聯動是反向 就VIX如果往上升 美股就是跌 像昨天VIX是往下跌 那美股就怎樣 往上漲 有沒有短線你在使用上來 有沒有比美股更好用 有 不是比美股 有沒有比這個 我說比美股更好用 你在游什麼 上班 錄影要認真 你不要一直在那邊搭槍 你要判斷能力 要判斷一下 有沒有比去看美元指數或 所謂的公債指數好用 在這個短期間 在這個一個多禮拜 有 有沒有 那通常恐慌指數我們的判斷 就是回落到20以下 就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在20以上就比較擔心會隨時這樣 隨時再給你抽起來 隨時再給你插下去 20以上比較容易發生 那20以下就比較安全 目前還在20稍微移上一點點 我們就持續做觀察 跟美股有呈現非常高度的聯動 這樣了解嗎 那美股的技術面 倒球連續的兩天反彈 因為有人要救了 華爾街跳下來要自己救自己 可是我們是看單一K棒還是看趨勢 趨勢 什麼叫趨勢 你短線還有20日跟季運線的均勢都還沒突破嗎 所以趨勢有改變嗎 沒有 反彈就是一關一關去挑戰 一個均勢慢慢一個均勢挑戰 如果沒辦法全部站上的話 那長線的空放趨勢沒有改變 不會因為這兩天的反彈 或什麼下影線就改變它的趨勢 這看法是一樣的 NASDAQ 比較強喔 站回來基均線之後 這邊站回來開始站回來基均線 又挑戰站上所有短期均線 那看起來已經形成一個什麼形態 三陽太太 四海遊龍 感覺是翻多了對不對 可是我們常常講喔 我們在均線的判斷上面喔 有時候還要再搭配區間 搭配形態來看 比較不會被騙線 比較不會被突破了又被跌破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前面有個什麼 近期的高點壓力 這個就叫前波高點壓力 所以未來NASDAQ接下來這兩天就要觀察 能不能把這個前高突破 如果前高無法突破 那它衝襲量就還是一個大的區間 甚至下一次又再往下把所有均線跌破 你也不要感到太意外 因為最重要的前高壓力要不要突破 要 當它把前高壓力突破之後 那代表這一段的區間整理告一段落 那代表短線就真正的轉強 真正的三陽開太 非半 用非半來解釋就更清楚了 非半也是來到了這邊前高的壓力 他來到基均線這個位置 沒有跌破 反彈上來又站上所有短期均線 然後來挑戰前高 剛好卡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可以持續做觀察 那就算有突破 前面是不是還有一個波段的高點 所以他未來就觀察這兩個高點 能不能做突破 如果可以做突破的話 就代表 這麼大的一個區間 往上表態 那就會形成一個突破 那非半就能夠往上走強 對於台股的反彈就能夠提高幫助 有機會帶著台股繼續反彈 那我剛才講一個關鍵點 最近大家很敏感 我說這是大區間 這也是突破 萬一突破之後又下來了 就叫小編站在這裡 再賭一次假突破會來 真破底 破底就破這裡的底了 到時候再說 還沒眼睛到那裡 先看看前高有沒有辦法過 好董哥 台股假突破 果然昨天真破底 恭喜董哥 不用加法跟伴舞蹈 你今天怎麼沒有講那個 我真是看見神了 我把他想講 等一下提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節目不要造神 對不對 我們只要這樣就好了 什麼加法 什麼加法 我呸 還有觀眾留言說董哥 準備辦舞蹈了 對不對 結果 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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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的看法 同時也躲過這個伴舞蹈 應該不用剝VCR 要不要剝VCR 應該不用 因為大家都一直 你看我看所有的留言都在緊盯董哥 這次會不會被加法 這次會不會要伴舞蹈 我上次說這裡 這個跳空下來 那這是突破 這跳空往下代表形成假突破 那我就告訴大家 假突破會來怎樣 爭破底 而且我為了展現我對技術分析 這個型態學的肯定 對不對 這個我推崇 我直接在鏡頭前面就直接說 來啦 我直接說啦 假突破就來爭破底 就是會來破這裡的低點 我告訴你 有沒有 講得很乾脆 我說沒有就加法 撐個兩天 撐個三天 三天 但是我是不是在上禮拜二的節目也講了 這個前提只能當作參考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我是不是這樣講 我說你要看什麼 壓力 壓力就是這些均線有沒有站上 缺口有沒有封閉 如果都沒有的話 我說趨勢沒有改變 這邊依舊會往下 你還記不記得 我還拿一堆亞股都跌到基金線 我說台股補跌的壓力很大 有沒有 我說只要你注意外置的期貨 如果未平常繼續大減 那壓力真的很大 這是昨天的圖啊 這不是今天 這昨天 因為我要拿昨天的圖給大家回味一下 這個就叫什麼 假突破 這個叫什麼 神破底 有沒有破這個底 不用加法了 我不破VCR 因為這上禮拜 這什麼時候的事 禮拜一的事而已 禮拜一的事馬上減VCR 又不是侮辱大家 所以我想回過頭來告訴大家 這個下引線是什麼時候 小編下引線是什麼時候 禮拜二 禮拜一 禮拜二 抱歉禮拜一 大家多興奮 對不對 很興奮 多少人看到這根下引線 就覺得怎樣 覺得要重新 又要長上去了 沒錯 那我講過了 我們在禮拜二節目講過 講過禮拜一算 那這根下引線 我記得我們禮拜二錄影的時候 這裡還有下引線 這只是收盤變這樣 因為我們都盤中錄的 我還說不管要守住幾天 不管有幾根下引線 對我來說都是怎樣 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 因為我只看趨勢 趨勢就是什麼 沒有站回所有均線 沒有封閉缺口 趨勢就怎樣 往下 也不來破底了 有 那注意 昨天是用一個跳空缺口往下去跌 所以這個缺口等於是跌破了這個區間 對吧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跌破區間的觀察 那它也是這一波以來的第二個缺口 第一個叫突破 突破代表趨勢的扭轉 第二個叫中繼 中繼代表趨勢的延續 也就是說 這個缺口如果沒有封閉 但是代表這個跌撕會怎樣 繼續 那今天呢 很快就來封閉這個缺口了 那為什麼封閉 就剛才前面講的 因為華爾街投行 11加跳進來就是 那 今天很快就封閉這個缺口了 那很快就封閉這個缺口 把中繼缺口封閉了 代表短期我剛才講 你本來趨勢要延續要繼續下去 這就是昨天你仔細看 昨天為什麼跳空之後就一路往下 因為中繼缺口代表趨勢延續 所以它就開低 走低 還差點收最低 就一路往下走 那今天為什麼會往上走 原因 就剛才講的 利多的催化 那快速把這個中繼缺口封閉之後 代表短線的壓力稍微的解除一點 稍微喘口氣 但是短線而已 那這時候會出現一個問題 很多觀眾會說 董哥那昨天這區間喔 區間灌破 那不就是跌破了嗎 那你今天又站回來了 夾跌破 又變夾跌破 所以 又要來幹嘛 爭穿頭 這把我不賭 這把不賭 但是這把我可以跟你講 為什麼我不賭 不會爭穿頭 我跟你講 會不會爭穿頭 應該說 會不會爭穿頭 不是用假破底來判斷 因為 在同一個區段裡面 假破底或爭穿頭 或假突破或爭破底 只能用一次 各位你也幫幫忙 如果一個區間 可以用很多次 可以無限用 那 那橫給小欸 那有時候就 那就永遠無限循環了 永遠你就突破 然後就來破底 那破底之後呢 再拿上去又會再突破 所以沒有啦 各位觀眾 就一次 一個區間裡面 所謂的 這個假突破也好 還是假破底也好 就用一次 那前面是不是已經用完一次了 對 假突破就來 正破底 後面就沒有了 後面就沒有了 今天站回來 董哥 那我是不是在這邊啊 瘋狂做多 ALL IN 因為為什麼 因為董哥你教的型態很厲害很猛 所以我這邊假突破 我準備來怎樣 真穿頭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我講了 就用區間就用這麼一次 這樣了解嗎 所以沒有再用了 那後續你還是要回過頭來看這個啊 怎麼 你要先 把這個所有均線站上 站上一條沒有用啊 你封閉缺口 然後這個站時站上5日 就是短線的止跌嘛 未來再把5日跌破 還是要再往下 你懂的意思嗎 你一定要把上面這個10日跟月均線給突破 才能形成什麼啊 山陽開泰嘛 短線的翻多嘛 我剛才講是短線喔 為什麼 因為 這裡還有一個空方缺口 要不要封閉 要 這個禮拜我一直跟大家講到一個重點嘛 在禮拜二的時候就說是 空方缺口嘛 跟著所有的短期均線嘛 你看沒有封閉的結果就繼續往下 現在上來也是一樣啊 那你要不要因為今天大漲 就對台股又充滿想像 就說哇 怎樣現在假破底又來爭穿頭了 千萬不要 你不要看單一K棒去看大盤好嗎 你不要用單一K棒單一天的漲跌去看你的股票好嗎 股票每一天漲每一天跌 那是自然 你要把它當成是個很日常的波動 股票就漲漲跌跌不是嗎 沒有意義的 有意義的地方在趨勢 這跟下引線我禮拜二就跟你講沒有意義了 真的沒有意義 你現在回頭看 我禮拜二還講了什麼 我說這個下引線 如果你對照過去的歷史經驗 尤其是去年 幾乎下引線發生之後 過沒幾天那個低點都會怎樣 再次跌破 我有沒有講 你自己回去看去年是不是都這樣 所以去年你如果看下引線去抄底的都一直輸 你懂我意思嗎 那今年去看下引線抄底還是跌啊 那昨天跌這根長黑喔 還灌破區間喔 小便 照理說看到這根K棒長黑這樣子 怎樣還帶跳空 是不是世界末日了 如果你只看單一K棒是不是世界末日了 結果請問你今天不是反彈了嗎 你說你猜得到嗎 我就直接講我連我都猜不到今天會反彈了 我也猜不到昨天會跌啊說實在 但是我會看趨勢啊趨勢怎樣 這邊還沒跌的時候我會看趨勢啊 趨勢就是沒有反轉 那當然當然就是繼續怎樣 往下 我猜不到昨天會大跌啦 但是我知道只要趨勢沒改變 總有一天就是往下跌 這是我一直教大家的觀念跟看法 對吧 大牌也是一樣 你今天一根 今天一根長了兩百點又怎樣啊 小便我就問你又怎樣 均線上面的一堆站上去了嗎 缺口風了嗎 對啊 不要看單一K棒來看 來分析 這樣懂嗎 櫃買市場一樣啊 怎麼看趨勢 短期均線是不是在這邊晃 那他是不是都還跌破 還在越均線下面 那他不只要站上越均線 他把這些所有三條短期均線全部站上 我們才會說再形成一個什麼形態 三養開胎 那三養開胎之後呢 就代表短線的轉強 有機會再反彈 問題是這裡 我今天也沒畫 我好像每次都忘了畫櫃買這個 空方缺口 因為塞離得太遠 這裡還有一個空方缺口 各位 這個是重要的壓力 那你必須要把這個缺口壓力 缺口給它封閉掉 那未來才有一波再繼續往上漲 你就走一個N字型的上漲 那現在先不用看到N 現在你先起碼 先這邊要全部站上 了解吧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這邊站上的話 那我認為一些中小型股 就可以出現比較明顯的反彈 但是你說長線翻多嗎 你必須要看到這個地方 缺口要封閉 所以是不是還要再觀察一下 好董哥 台契銀配發0.34元的股力 好像是近14年新低 純股族好擔心啊 純股族要擔心什麼 你純股就是居純啊 純股不就是越低越純嗎 小編為什麼純股族會擔心 我都看到有些純股族的疑問 我覺得有點納悶 如果純股族 你是擔心說 那哇 我是存進去為了領股力 那股力變這麼少 那以後會變這麼少 那我純這麼就 殖育就變很低嘛 就沒太多意義啊 我不如去存銀行 好 如果你是這樣擔憂 我覺得可以接受 所以有些的純股族 小編 以你的了解 小編都平常看很多人留言嘛 很多純股族的想法 好像不是擔心這個部分 不是 他們擔心什麼 現在股價跌下來了 該怎麼辦 我已經套牢很多了 還要再存嗎 有沒有 擔心長不回來 有沒有 那這個就有點是定義上的模糊了 什麼叫存股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要存股 很多人現在存股千變萬化了 就存股 還要存股 又要賺資本利得 股價又要漲幹嘛的 那我覺得太難 太複雜了 我們回到最原始的初衷 你存股 就跟錢存在銀行 錢存在銀行要幹嘛 領什麼 領利息 所以你存股 你錢存在股票裡面 就是要領股息嘛 對 這就是最基本的原則 那你既然知道你要領股息 那就代表說 我問你 今天假設有很多家銀行 小別人 你有一筆錢 你選擇要存進去 沒有做投資就存進去 你要用什麼來決定 你要存哪一家銀行 ABC三家你要怎麼 靠什麼決定 靠櫃台小姐 長得正不正 還是李酸長得漂亮 那不是 當然不是嘛 當然是哪一家利息給你給的多 對 那一樣道理嘛 你要存股 你要存金融股 你當然就會找說哪一家的股息配給你比較多 值得比較高 對吧 那這樣你就存就有意義嘛 如果說他的值得有5% 那現在我的現金存在銀行只有一% 那是不是一年多4% 那當然你就存股嘛 所以你在這個角度 你去存金融股 你去買金融股 你是要存股的 你正確應該要擔心的是 剛才第一個講到 就是說股息變少了 以後不會縮稅 那我這樣不就去存銀行就好 這個擔心是對的 而不是擔心資本利得 因為你存股是要一直存下去 你知道嗎 你存股不是什麼 我買個兩個月 然後就等股票大漲 等什麼玉山金、國泰金、中性金要噴出去 那個不叫存股啊 那個你在賺資本利的 你在賺股價的漲幅 這個來做短線就好啦 來跟董哥學做短線就好啦 這個怎麼會是存股 存股就是要有一套計畫 看你要定期訂額還是定期不訂額都可以 反正就持續的去存 你存到越多股票 未來每一年配給你的股息越多 你每一年都可以很簡單的計算出來 自己拿領到多少股息 而且股息就是你的 你多出來現金 雖然他是左手換右手 所以實際上除全息是左手換右手 但你可以因為你長期投資嘛 你是不是給予他填全息的機會就多很多 那我上次我在講金融股的時候 我也說到了 金融股他是跟著景氣在循環的 你有沒有看到 我上次舉例玉山金的這個 在今年一二月的獲利 跟銀售是不是回來了 是不是明顯的成長 我上次有舉例嘛 也不只他 你就看其他的銀行或金扣 今年一二月隨著這個大環境 是不是美股也反彈 有沒有 那是不是他們獲利都變好了 營收也變好了 所以他們是跟著會 景氣會連動的 總是不可能景氣永遠都在衰退吧 就好像前幾年景氣超好 景氣也沒有永遠好的吧 那上上下下的過程當中 景氣壞賺的錢少 配的東西就什麼 配的錢就少 可是當景氣好的時候 他們會怎樣 那賺的錢就多了嘛 那股力就會這樣 多了嘛 所以我們看金融股 你要看你的金融股 你不要被這種短線利空嚇到 你要看長期以來 他夠不夠穩定 如果他很穩定 那偶爾遇到利空 配的少一點 大家供體時間 未來幾年 他又重新賺回來 他股力又配給你了 你一樣要賺錢了 而且你要從 站在一個角度思考 就是我上次講的 他今天股力配的少 股價往下修正 因為要去滿足 因為要去符合 他過去常態的這個殖利率水準 那當有 當未來他又賺到錢了 錢又賺很多了 當股力又重新發放回來 高水準的時候 那現在跌下去的股價 未來要怎樣 當然也是要往上漲嘛 才會回到常態 應該有的殖利率水準嘛 這樣你們懂嗎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存果族 你如果看的是 股力這個部分 但是越跌越買 因為你的殖利率就越高 那你就是堅持你的計畫 繼續定期去存 那你說董哥 可是這樣大跌下來 大跌下來 那我可不可以撿便宜 存股族來說 你除了 你說突然臨時性的大跌 我跟你講 你就按照自己腳步就好 你就按照自己腳步定期去買 但是呢 你可以金額做調整 比如說如果股價漲很多 你用露眼看 就知道你這個存股漲很多了 你可能錢就丟少一點 那像這種 你用露眼看 就知道金融股遇到一個利空跌下來了 你就可以稍微調整 把資金放多一點 把過去大漲的時候 你資金放比較少的部分 現在把它填回來 也就是你可以用定期不定額的方式來存 那你自然是不是 低價的這些成本就會買的比較多 成本就更有優勢 這樣懂嗎 而不是反過來 你在高檔上拼命的all in再存股 跌下來都不存了 跌下來害怕都不敢了 不是欸 存股不是跌下來 反正縮手了 你要繼續存 那金額呢 如果你可以有活動比較靈活的資金 但是跌下來買多一點 這樣聽得懂嗎 那如果你不是存股的人呢 小編 如果不是存股的人呢 我等一下再教你 怎麼看金融股 你不要以為 不存股的人都不會想玩金融股欸 小編我們就看到很多留言 都在問董哥 現在能不能買金融股 因為他要金融股跌 但他不是要存股欸 他想說撈個底對不對 他漲上來要來賣 那到底這樣的方法可不可以 等一下節目繼續看下去 會來教大家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鼓勵這件事情 你是存股族的 你應該很了解自己手上的股票 我就請問你 金融股或銀行股喔 那去年的獲利好不好 去年遇到百年難得一見的股債雙跌 獲利哪一家 獲利哪一家銀行 哪一家營收會好的 都是衰退比較多嘛 自然你就可以預期到股利 會配的比較少嘛 對吧 來看這個 尤其在玉山金 大家還記得嗎 玉山金當時 什麼時候 2月21號 是不是打響第一槍 對 他直接告訴你 他玉山金的鼓勵 創下13年新低 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 2月21 那他為什麼創下新低 因為第一個 去年賺的少 金當然金就配的少 另外重點 玉山金沒有動用到他自己的資本 攻擊 就是他沒有拿老本出來配 那你看到玉山金 當時你看到玉山金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要想到什麼 這是我們的會員五報 每個交易日 只要老王不請假 在盤中都會有老王 對於當天盤勢的解析 你直接看這一段就好了 這 我們從這邊好了 既然玉山金都可以不動用資本攻擊 老本來配息了 就是他不動用了 我認為富邦金跟國泰金 或者其他金貢 同樣未必會動用資本攻擊 來讓自己的股力來維持過去的水準 或是保持穩定配方的 假象 我認為富邦金 國泰金跟其他金貢 同樣未必 同樣未必會動用這個資本工具來配息 意思是怎樣 也就是短線在投資金融股要特別注意的 我認為股力低於市場預期的情況 不會只有玉山金這一家 小編我們講得很清楚 有 我說你看到玉山金了 他已經沒拿資本工具出來配了 因為很多的股民很多的定存族 他會想說那去年賺的比較差 可是我們也有資本工具啊 金管匯也說他不管啊 金管匯是不是有發澄清文說他也不管啊 對不對 沒有限制那麼多啊 那他想說那你會不會拿一點老本出來配 讓我們領到多一點股力 但是玉山金沒有這麼做 那我這邊就講玉山金既然沒有這麼做 那富邦金國代金或其他金控 同樣未必會動用 就是不會動用 了解嗎 就跟進玉山金嘛 所以當時啊 2月21日你就應該要想到這件事情了 想到什麼 鼓勵低於市場預期的情況 不會只有玉山金這一家 當然老王這個人 我不只照顧會員 我也是不是也是很照顧我們觀眾 對 所以這樣的內容 我不只在這邊講 我同樣在前幾次的直播 就有跟大家來做預告 我們來看VCR 那我這邊要順便提醒 玉山金沒有動用資本工資來配 來配息 玉山金都這麼做了 那你對於其他的富邦金 國代金 玉山金第一個宣布鼓勵的 接下來還有富邦金國代金 一堆有的美的金控要宣布 你就也不要抱持太大期待 就人家玉山金可以不用資本工資來 這些老本來配息 你也不用過度期待其他的會 拿資本工資出來配 也有可能人家也是根金 玉山金就不配了 就不拿資本工資出來配了 那就會造成公佈的結果 低於市場預期的可能 不會只有玉山金這一家 我簡單講 不會只有玉山金這一家 鼓勵低於玉期的金融股 可能還會有不只一家 這樣聽得懂嗎 可是我先分析了 就告訴你 就算遇到這種情況 不如預期的情況 你也不用慌 你存股族就繼續照著你的腳步去存股就好了 懂嗎 嘿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VCR 有 我VCR最後幾句還怎樣 還給我們定存組什麼 關心耶 我還說你不用擔心對不對 我說既然我們都可以預期到 不會只有玉山金這一家 所以當你遇到這種不如預期的情況 你要怎樣 你要放鬆心情 所以存股族 今天你不用擔心 你有看我節目 早就教你要小心要注意了 那這個是你可預期的事情 你應該是現金準備好 按照你的計畫繼續存 不是這樣嗎 沒錯 對不對 請問你 我們有沒有事先預告 當然觀眾就晚會員幾天很合理 會員我們是2月21 那我們剛才的解盤是2月23 合理吧 合理 我們也要照顧會員 但是我一樣照顧觀眾 所以各位啊 聽到這裡 覺得老王節目帶給你收穫的 有講在前面的 麻煩你 按個讚 麻煩你留個言 麻煩你 更重要的是要訂閱 還訂閱了沒 訂閱YouTube是不用錢的 趕快訂閱 還沒訂閱趕快訂閱 因為你只要訂閱 你才能可以收到我們節目的通知 你才可以禮拜二禮拜五 看到我們的解盤節目 而且我們訂閱要衝向40萬了 也謝謝你替我們的支持 這樣好不好 好 你看啊 如果你2月23號就看我們節目 你就瞭解到 金融股 銀行股可能還有很多 鼓勵低於預期的這種地雷 或是這種利空消息 那你喜歡短線操作的 請問你會去買金融股嗎 不會 不會嘛 因為你知道董哥有講了嗎 很多金融股的鼓勵都一定會很低 都會低於預期 國票金 決議不發股利 但是人家2月獲利有回溫了 股利是去年的事嘛 去年賺的少 所以去年不發 合理嘛 還不止這個國票金 國票金是直接不發 直接不發 那台七零還發給你 但是台七零就像剛才小編講的 發很少啦 他發多少 現金股利每股0.1 股票股利0.24 將近14年性低 開盤就幾乎快跌停了 那 這個都是3月 已經3月十幾號 這是3月13號 這是3月16號 我在2月21號跟我的會員報告 不會只有玉山進這一家 鼓勵低於預期 然後我在2月23號節目跟你講 不會低於預期有沒有事先講 有沒有跟面板報價一樣事先講 對呀 那 所以你有沒有了解這件事情 當你看到新文出來的時候 告訴你鼓勵低於預期了 你這時候去做反應來得及嗎 你完全來不及啦 因為 像台七零他直接 直接就中錯你 你怎麼來得及反應 你喜歡短線 你有操作短線 台七零那時候不是 這個受惠升息 然後今年年初漲一波上來嗎 可是你應該心裡就要知道 我來到高點的時候 我可以準備隨時要拔檔嗎 或是先拔檔嗎 因為我擔心會有一個什麼 利空嘛 對不對 這就是這個了解 走在新聞前面的好處 那底下怎麼辦 玉山金 我們先看玉山金 那我們先從技術面來解金融股 老王在上一次講金融股的時候 我們講得很清楚了 長線的趨勢看哪一條 濟均線 我說金融股如果跌破濟均線 就是長線翻空 站上濟均線就是長線翻多 我說超簡單 就一條濟均線 那短線你可以參考越均線 可是我說最重要還是哪一條 濟均線 玉山金當時是不是在這邊鼓勵下來的時候出現一個大跳空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有封閉嗎 沒有 所以短線沒有轉強 那很多人在這邊去買了 換半天也沒漲 結果就砰 下去跌破濟均線了 那現在是形成一個什麼情況 空方去世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為什麼跌失會加快 除了我們最近一兩週的這個銀行的地雷事件之外 國際的銀行地雷事件 那本身從技術面來看 它是不是在跌破濟均線了 那就長線翻空了 那長線翻空就往下急跌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那是不是跟我上次教你的一模一樣 對 國票金 跌破越均線 短線轉落 而且這個一樣 它一樣有個鼓勵的利空缺口 也沒有封閉 再往下跌 現在已經跌破濟均線了 請問它長線翻空了沒 翻空了 你未來就要等它重新站回濟均線 這樣懂嗎 再來 台氣 哇 就剛才我剛才講的嘛 今年以來是不是漲很多 那漲很多你要注意啊 這邊幹嘛 跌破什麼 跌破越均線 跌破越均線是短線轉落了嘛 那 你可不可以提早做反應 那但是如果等到你 等到它鼓勵公布 蹦下來的時候 你來不及了 當然啦 存股族 存股族不需要提早做反應 你本來就是存股的 存股的漲上去跟你有沒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 因為你看中的是什麼 鼓勵 除非有些人說 我存股我又來賺股價 那我覺得搞得太累了啦 你真的存股 你又來看股價 那你不如就是好好來研究短線操作 你懂為什麼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短線的股價 也OK 你存股 又要做價差 那我也沒意見 但是你不要做金融股啦 你金融股要什麼價差 要等很久啦 那你不如去存電子股 又存又價差 所以通常你要做金融股 這個 我覺得就好好存股啦 真的 跌下來之後呢 怎麼看 你有沒有看到這麼大的跳空缺口 有 前面玉三金缺口沒封閉 趨勢是怎樣 繼續往下 那各個框他現在已經跌破什麼 季軍線 越軍線跌破 請問他空方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好 那股力發了不好這件事情 你以為跌下來都是散戶在賣嗎 你以為都是散戶說 股力有夠差 所以我要砍掉這檔股票 我心碎了 我絕望了嗎 不是 其實是誰在砍 下面這個是外資 你有沒有看到外資這邊還有在買 到這邊全部還在大賣 台七 這台七為什麼會跳下來大跌 誰在賣 外資 國票金 連三天誰在賣 外資都在大賣 那這兩檔是不是都是股力發的不如預期的 玉三金啊 你自己看 一三金這一天啊 這一天啊 這一天啊 跳空大跌這一天啊 股力的利空這一天啊 誰在賣 外資 而且賣超多有沒有 然後之後呢 是不是幾乎都 多數時間都在賣 最近更是瘋狂的一路賣超 所以股力影響到了 不只是散戶 不只是定存主 還影響到誰 外資 因為外資他們買進金融股本來就長期持有 那長期持有的出發點就是很簡單 就跟存股主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他看中是什麼 你的股力嘛 當你今天股力很差的時候 他當然就先砍再說啦 他覺得 欸那我幹嘛 那我幹嘛在投資你啊 我幹嘛在買你啊 我可不可以去買別的 買殖利率比較高的 有沒有 就像我剛才講的嘛 如果你殖利率很差 甚至你不配股力 那我乾脆去存銀行就好啦 我存銀行還有1% 是不是這樣講 所以外資才會做賣潮 但是你不要想太多 當這個股價一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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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下面來的時候 外資就會回來了 因為當他跌到他的殖利率 回到他原本過去幾年常態的一個殖利率水準的時候 就股價先股價修正嘛 你股力配的少嘛 然後股價修正多一點嘛 你殖利率是不是就高了 這些外資又回來了 因為對他來說 划不好算了 划算 他就是要來賺股力的嘛 他殖利率高 就值得了嘛 他就會再度回來 他就把股價賣賣賣賣賣賣賣 賣到超值的位置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要看金融股或銀行股 這波股力的風暴 什麼時候可以出現一個明顯的底部 然後開始來做一個起漲動作 你要觀察哪個籌碼 外資 好 那我們剛才講完均線 那講完這個籌碼 我們接下來看 有些人要觀察短線的金融股 他說短線的金融股這樣集結下來 該怎麼看 他真的很擔心的 擔心股價還會繼續跌的 就是你很擔心的 跟你怎麼講也沒用的 其實你要注意個重點 短線來看就是 他傳出這個股力的利空 不如預期的利空 一定會爆大量 爆出大量的時候 然後像這個玉山金 那一天跳空下來是爆大量 對 那爆出大量的低一點 就是一個短線很重要的觀察 守得住有機會反彈 你想賣掉的應該找一個點位 好好把它賣掉 那守不住呢 就是持續再往下走 他這禮拜的急跌 是不是就從跌破低點開始 那這邊都還守住低點 還偶爾會微幅的反彈 有沒有 來 國票金 這禮拜跳空大跌 這個股力利空一出來爆大量 大量低點隔天就被跌破 所以直接又往下破底 大量低點重不重要 那你一定要守住這個大量低點 所以現在看國票金 是不是最起碼你要站回來這個大量低點 再來談止跌 那如果連大量低點都沒站回去 請問這套勞壓力大不大 台氣大量的爆出大量在昨天 因為利空出來 所以昨天的低點重不重要 你短線就這樣看 但是我個人 我個人認為 你要搶這個金融股的便宜 就我剛才講了 剛才我們從存股族的角度講完了 那我現在回過頭來從短線或波段想 投資金融股 想操作金融股 想賺價差的人 你該怎麼做思考 我們剛才前面就講了 包括之前那一集也講了 金融股最重要長線的趨勢的判斷是哪一條均線 寄均線 所以最好你應該是要等待 因為你是要賺價差 你不是存股的 你最好應該是要等到 站上寄均線之後 然後你再來做什麼 做布局的動作 再賺一波錢便宜的動作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 董哥等到站上寄均線 那離低點都不知道多遠了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如果下去的很快 或在下面維持一段時間 那個寄均線按照扣底值 它也會往下下彎的非常快 所以其實等到真正足底完成 然後站上寄均線的時候 也不會離那個低點真的太遠 當然那個最低點一定是最漂亮的 但是你請問你什麼時候是最低點 來來來來 好便 玉山金這一天 就鼓勵公布的隔天 是不是嚇死一堆市場 對 但是爆出大量 爆出15萬張以上 我記得16萬張以上 代表那天是不是有16萬張的人進來 對吧 16萬張的成交量 有一堆人進來買 他們想幹嘛 要低接啊 越貼越買啊 金融股好機會啊 可是我請問你 最後結果 現在這16萬張是套勞還是賺錢 套勞 套勞 我的意思是 金融股遇到股力的利空 它是一個短期事件 但是 你不要急著進場 你要先多看看 多觀察 它有封閉缺口嗎 沒有 對啊 對不對 那更何況有的直接破寄均線的 這個連看都不用看 你是不是要等待什麼 你要等待什麼 你要等待重新站回寄均線 對嗎 然後你說 我真的不想等到站回寄均線太久了 那怎麼辦 你最起碼 你把老王以前教你的 跌升反彈的絕招用上來 什麼樣的股票會開始出現跌升反彈 要站上哪條均線 月均線 你最起碼最起碼站上月均線 你再說我來搶這一波的反彈 我覺得OK 但是以長線角度還是要看哪條均線 寄均線 我們繼續來講 富邦金 富邦金還沒公布股利 還沒 但是他呢 也爆出了大量 就被其他 就被其他 其他國家國內的銀行股貨或國外銀行都一起拖累 說實在的 國內的銀行股貨金控 你都還不用擔心倒閉這件事情 真的不需要擔心 但是你要擔心現在就是連環爆了什麼 鼓勵地獄期這件事情 但是我之前就預告過你了 有沒有講在前面 好那你回過頭來看 富邦 他還沒公布 那股價好像有在先反應 那既然爆出大量 短線就看昨天爆量的低點 就這麼簡單 爆量低點守得住 反彈 或撐在這 爆量低點守不住就繼續 往下 那就技術面來看 他是不是這邊 這一天就已經跌破月季均線了 那是形成長線跟短線都 翻空 你未來就要看到他重新站上基因線 他長線才會翻得多 國內金 國內金沒有明顯的大量 那沒有明顯 當然就從月季均線來看那就好 你看這邊是不是跌破月季線 轉落 短線轉落 跌破基因線 長線翻空 所以未來就要重新站上去 他才會重新翻多 中性金 哇 這個從這邊你看就跌破 一次跌破兩條均線就往下走了 對吧 往下走的過程當中 昨天也爆出大量 那爆大量的低點就是 短線最重要的觀察 但是他要翻多是不是還離很遠 對 這樣會不會看 星光晶 星光晶 星光晶就比較特別 人家是爆一根量 你看像這 就爆一根 那就爆一根 你看星光晶 爆好幾根 連續一直量一直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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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都沒什麼量 連續爆量然後股價一直往下跌 亮滾亮 亮滾亮 對對對 小編很棒 出去亮滾亮啊 你把這個線圖 這個K棒 這樣180度轉過來 哦 啊他就是 你去想一下 你把這個圖轉過來 他就是四海融融往上緊噴嘛 然後伴隨著亮針嘛 有亮就有 價嘛 意思就是說 所以你了解這個邏輯觀念之後 你就知道他為什麼會一路跌 你看這個一路跌跌很兇耶 因為他亮一直出來 對 就有亮就有價嘛 反過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嘛 所以他要止跌 你從成交來看 你最希望看到什麼是 亮縮啊 鏢股最怕亮縮 因為就不會漲了 那你這個不要讓他跌 就是趕快讓他亮縮嘛 所以不要再鼓吹自己身邊的朋友說什麼 啊星光晶跌了好便宜 趕快買星光晶 你不要再拉一堆人來買了好不好 你拉越多人來搶天移 拉越多人來攤平 這個就降不下來 他從第一天就不止跌了你知道嗎 突然有一天大家不敢買了 大家都說啊星光晶沒用 我買了一直跌一直跌 那反而他會止跌了 亮縮就止跌了 你看今天這個亮 是不是就縮很多了 就撐在這了你看 很神奇啊 果票道理就是這樣 做多做空氣就倒過來一模一樣 來開發金 開發金 這個線圖 這邊都還蠻多方趨勢 還蠻穩的喔 那為什麼這個禮拜突然這樣 那基本面 消息面就是跟國外那些銀行有關係嗎 那個我已經不講了 基本面就是大家會擔心鼓勵嘛 這個都不講 這剛才講很多了 我們這單純從技術面為什麼會這樣 你可不可以從技術面來避開這樣啊 就是老王的最厲害的看家本領啊 就技術分析嗎 我有沒有在2月23號那一集就告訴你 這個金融股 台灣的金融股跟銀行股長線趨勢看哪一條 基金線我有沒有說 有 那 這邊都守住基金線喔 都撐著喔 這個禮拜一有沒有跌破了 有 禮拜二有沒有跌破了 就下去了 那請問你基金線對開發金好不好用 好用 廣大的開發金 當然純股族你不用管跌漲啊 這個基金線是給那些你想做一個波段投資 你想減平引人去看的 你要了解什麼時候這股價會翻多去看的 這樣懂嗎 所以 開發金你要再一次看到它長線翻多 你看 它這邊是站上基金線 是走一個蠻長的多頭 所以下一次你要看到它走一個多頭 要站上什麼基金線 基金線 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裡了 大家對金融股 遇到這個短線的這個股利利空 要很詳細的了解 你喜歡做短線的人 你想做短線的人 你想要做短線的人 你想要做波段投資的人 你可以觀察月均線 基金線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這個金融股 到底跌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才會止跌 你要看近期爆大量的低點 對吧 那如果你是存股族的 繼續維持你的腳步 這個景氣循環喔 就是上 有上 也有下 有下 也有上 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今天的節目內容 能夠帶給你很大的幫助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禮拜二再見 掰掰 王以龍老王吉普會投顧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致付投資風險 agemOf 炎 支影片 但我們下輪以更新的資料 要需要提供 我們下輪